雷德尔把凯勒的母亲罗泽请到了警局 罗泽问你们抓到杀害我儿子的凶手了吗 警员说还没有 但我们找到了能帮助侦破案件的人 罗泽问是谁 警员说就是你 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 有个证人说杀害您儿子的车里坐了三个人 但现在我们已经正式车里还有第四个人 而这个人是您的一个亲戚 可罗泽却说我没什么可以告诉你们的 警员说现在已经有两个人死了 希望您可以配合协助我们调查 罗泽说我儿子一个人死了的时候你们根本不在乎 只有两辆警车来接上巡逻 而且第二天就撤了 有钱人家的白人孩子死了 这么多警察都来了 今天你们找我来不是因为凯勒 是因为那个有钱的白人家孩子 而另一边监控事例 史蒂夫议员又来查看进度了 他拿出自己高高在上的态度 指责警员们不调查杀他儿子的凶手 反而去调查一个贫民窟女人儿子的死因 这让在场的人全都感到了不快 离开警局以后 他还在媒体面前把调查的进度全都告诉了媒体 这简直就是在添乱 真不知道这个议员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 议员的行为让警局的调查陷入了困境 为了防止杀害凯勒的三个凶手逃跑 他们不得不把所有的帮派成员 全都抓起来关进体育馆里 雷德尔问凯勒的表哥抓到了吗 警员说二十分钟前我们就拘留了沃克 他身上有一把跟凶器口径相符的手枪 在把他带回警局之前 我会先让他在体育馆里溜两圈 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抓了他 警局离 警员对沃克进行了审讯 警员问你为什么躲在你母亲家的阁楼上 手上还拿着一把枪 而我们已经证实这把枪就是杀害你表哥凯勒的手枪 沃克说我什么都没做 警员说你现在有两条路 一个是什么都不说 顶着杀害你表哥的罪名在监狱里蹲上十年八年 一个是告诉我们这把枪是从哪来的 帮助我们抓到真凶 沃克说你知不知道离开这里以后帮派的人会对我做什么 警员说我们会保护你的 沃克说你们连罗伯特都保护不了 虽然杀他会惹大麻烦 但他们也照样杀了 帮派的人都是疯子 警员说据我们所知 帮派的人杀害你表哥的时候你也在那辆车里 而罗伯特并没有说出来 都是因为想要保护你 沃克说是他们挟持了我 他们把我塞进了车后座 之后就去找凯勒 凯勒当时正在骑自行车 他们开车把他撞倒 还用枪指着我 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凯勒被他们打死 之后他们就上车走了 还把枪给扔了 所以我就回去找到了枪 想着有一天能给凯勒报仇 因为根本指望不上你们这些警察 警员说你把他们的名字说出来 我们就可以帮你了 你在体育馆转了几圈 应该看到这三个人了吧 于是沃克终于说出了凶手的名字 而警察也马上把这三人逮捕回警局问话 很快三个人中就有人为了量刑 而供出了开枪的那个人 于是雷德尔让警员展开下一轮的审讯 问他们是谁杀了罗伯特 可三个人都说没人会去杀罗伯特 因为杀了他就是给自己惹麻烦 而他们之所以在罗伯特家门口杀凯了 就是想告诉街区的人到底谁才是老大 听了三个人的证词 雷德尔也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帮派的老大应该给手底下的人都下过命令 让他们不要动医员的儿子 他们没理由不按照老大的吩咐做 这三个人说的也都很有道理 因为杀害医员的儿子肯定会给他们招惹上大麻烦 所以杀害罗伯特的人应该不是帮派的人 那会是谁呢 又有谁跟罗伯特这样的人有仇呢 很快雷德尔就想到了一个人 不过他还需要验证一下 雷德尔让警员去动物保护中心 都一起来了警局 沃克的母亲一直吵着让警察把他的儿子放了 可雷德尔却说我们不能放了你儿子 因为他现在涉嫌杀害他的表哥凯勒 罗则说沃克没杀凯勒 他当时是被迫跟另外三个帮派成员在一辆车里的 他们目的是让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有人帮助一个发疯的傻瓜会是什么后果 罗伯特跑到我们的社区说来帮助我们 可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之道 我用了所有的努力想让凯勒在社区这种环境下好好的生活 可罗伯特让我的一切努力都付出了东流 你们不能把沃克也带走 而这时候雷德尔示意警员把狗放出来 不出所料 狗见到了罗则以后表现得非常亲密 很显然他认识罗则 罗则也终于明白警察把他们找来警局的原因了 警员告诉他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沃克 找到杀害罗伯特的真凶 检察官说如果你愿意说实话 我会给沃克申请证人保护 于是罗则终于说了实话 他说罗伯特来社区之前我们一直都生活的挺好 可他来了以后给凯勒钱 还给了他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 罗伯特说他要拯救我们 我们根本不需要被拯救 我警告过他让他离凯勒远点 可他根本不听 雷德尔说我们已经抓了那些杀害凯勒的人了 可罗则说你们根本没找到真正该负责的人 于是我自己去找了 是我杀了他 我阻止了他 于是你们就出现了 现在你们找到杀罗伯特的凶手了 可凯勒被杀的时候你们做了什么呢 我一点都不后悔自己做的事 都说人生而平等 可这句话也只有罗伯特这种天真的人才会信吗 平等和公正不是别人给的 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只有让自己强大起来 才能寻求到更多的公正和平等 而弱小的人根本没有谈论这些的资格